1988年,一名苏联地质学家在地震资料上发现了离海北部的哈萨克斯坦境内可能存在着丰富的油气资源 由于缺少必要的近海钻井技术而未能得到开发 直到12年以后,来自于意大利的油气公司在这里发现了近30年来世界上最大的油气资源 哈萨克斯坦政府为了纪念著名诗人卡沙甘,将这个油田命名为卡沙甘油田 拥有如此丰富油气资源的卡沙甘油田立刻成为西方国家眼中的宝藏 许多知名油气公司组团投资开发卡沙甘油田 中国海油和中石化曾想要花大价钱购买一部分股权 结果遭到西方国家的拒绝 可是13年过去了,这块储量丰富的卡沙甘油田却一直处在试开发阶段 以至于西方国家都将其视为废田 然而却在这个时候,中国却以50亿美元的价格 勾进了美国石油公司抛售的卡沙甘油田的股份 中国为什么要花重金买下一座废田的股份呢 在刚刚发现的时候,卡沙甘油田的原油地质储量达350亿桶 天然气储量达1万亿立方米 专家预测高峰期日产量可达150万桶 面对如此丰富的资源,西方国家组成开发团 以投资比例评分股权 随后经过商议,他们将具体的开发工作交给了意大利的油气公司 然而仅仅一年的时间 英国和挪威的财团就相继抛售了手中的股份 放弃了卡沙甘项目 此后,卡沙甘油田的股份在几个国家之间不断流转 但开发工作却不见起色 到了2013年,美国财团也终于坚持不住 决定将手中股权抛售给印度 然而哈萨克斯坦政府却突然以股东的身份买下股权 并将其卖给中国 中国终于进入了卡沙甘的油气开发项目 虽然股权还是落在了中国手里 但美国并没有丝毫失败的低落 因为在美国人看来卡沙甘就是一块废田 中国即使接手 最终也必然会像他们一样损失惨重 中国在刚进卡沙甘油田时 确实遇到了一系列的困难 也明白了卡沙甘油田迟迟无法正式开采的原因 首先是恶劣的气候及自然地理条件 使得项目实施难度大 卡沙甘油田所处的离海北部为强烈的大陆性气候 夏季炎热 冬季却非常寒冷 最低气温达零下40摄氏度 而在开发过程中 户外人员为了避免被冻伤 每天在户外工作一小时后 就必须回到室内取暖 除了人面临着被冻伤的危险外 其次也不例外 由于这里海水沿度偏低 导致工作区域从每年的11月开始 到第二年的3月 有5个月的结冰期 因此针对结冰问题 开发组制造了150艘专门防冻的特种作业船 冻伤基本解决了 夏季却又出现了风暴潮 海平面波动极大 造成运输困难 除此外 卡沙甘油田复杂的地质条件 油寄性质 也造成了开发技术上的诸多困难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油田夕杂的地质 作曲 杨油田夕杂的地质 作曲 杨油田夕杂的地质 作曲 杨油田夕杂的地质 请不继续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在中国进入开发项目后 卡莎干项目竟然如期进入了试彩 这主要因为中国在针对卡莎干油田的诸多难题 一步一个脚印 为了解决运输难题 中国将海上运输渠道挖深和拓宽 成功地让大型运输船只进入开采区域 面对下期的风暴 中国在石油开采区域建起大坝 遮挡风浪 使得任何开采工作都能不受影响 除此外 面对一系列的技术难题 中国充分发挥中国基建以及创新的能力 将所有问题一一克服 在中国加入后 卡莎干油田开发逐渐顺利起来 到了2016年9月 卡莎干油田终于正式开发 并在当年就产油75万吨 而到了2017年 产量瞬间飙升到了890万吨 之后的每年都实现了稳步快速增长 时至今日 卡莎干产量已经飙升到了1500万桶左右 即使在疫情到来后 卡莎干油田产量依旧在不断增长 中国不仅获得了丰厚的利润 还获得了稳定的油气资源 随着卡莎干油田的开发 中哈之间的油气贸易也在不断扩大 2006年的时候 中哈合作建成了中哈石油管道 通过该管道 哈萨克斯坦一年向中国输送大量的油气资源 而在中国拿到卡莎干油田的开发权后 中哈石油管道也开始扩建 随着卡莎干油田石油产量的快速增长 中哈石油管道年输出量也在不断增加 到了2019年的时候 中哈石油管道已经累计向中国输送原油超1.3亿吨 如今按照卡莎干油田的开发计划 总共要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的工业式开发阶段 开采量为每日37万桶 输送天然气设施投入使用后 产量将达到每日45万桶 这个已经实现 第二阶段产量达到每日100万桶 第三阶段达到产量的每日150万桶 届时海上将有240口油井 30多个自动钻井中心 6个技术运营装置和书汽体系 按照专业人士估计到了这一时期 卡莎干油田的产出资源量 可以达到欧洲每年油气消费的十分之一 而中国作为推动卡莎干油田 正式开发的股东之一 必定获益匪浅 并且随着卡莎干油田开发进展 越来越顺利 中哈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也越来越多 越来越深入 这不仅推动了中哈友好 而且推动了一带一路的发展 当卡莎干油田在中国的帮助下顺利投产 并且产量每年稳步快速增长后 那些原本嘲笑中国的声音也不复存在 至于美国等卖掉卡莎干油田股份的那些国家财团 心情无疑是最复杂的